勞权女战士 维护庶民权利 未来学精英 推动科技发展 民众学低职 强力兼顾执政 公益企业家 打造共同社会 社胡部书长 坚守公益家 管理学博士博士 实践产业升级 新意见研究 落实青年研究 要走得快 一个人走 要走得远 要一群人走 不要停下 就会到达终点 台湾重开机政治大更新 政党票请唯一支持台湾民众 派统胆 耶 很棒 今天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桥段 今天我们其实要讲到的是 我跟佑晨其实都还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一件事情 对 所以要特别拜托我们很多专业的委员 还有我们特别来宾 对 来帮我们好好的cover一下 对 因为毕竟真的现在小子化啦 等等的问题或是不敢结婚啦等等 好像我跟佑晨这是 我们算是苦主啦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特别介绍几位特别来宾 也算是感情界的 婚姻界的 育儿界的专家们 这样讲吗 很像要算命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好 首先是我们高雄第五选区的佳玲 耶 佳玲 好啦 第二位呢 其实也不满大家说啦 算是甄宇认识三十几年的我们的国成兄 耶 所以是不是第一次由你主持介绍 对 其实蛮奇怪的今天不起来的感觉 好啦 我们下面一位呢其实也算是我们的女神啦 我们的婉慧姐欢迎 大家好 我是婉慧 好 再来是我们的不分区 排名第六名的建筑师博宇哥 杨博宇哥 杨博宇大家好 我是杨博宇 是 好 那今天重头戏啦 今天 一开始要很温馨 但是 他过去好像也没有谈这么的温馨的议题 因为他有一个政坛写低子的一个称号 对 我们的不分区排名第五名的 我们的碧如姐碧如顾问 加油 那当然啦 第二位我们每一场呢一定都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业界的专家学者 但是呢 他其实有一个好妈妈的称号 欢迎我们资深媒体人 邱明玉 明玉姐 大家好 欢迎 欢迎 好啦 我们的制作单位今天非常的用心 特别到了我们的文教指标区 去出外景哦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 请进VCR 问问大家对到底108课纲以及目前的教育制度有什么看法 台湾的教育要做很大的改变吧 因为像台湾的教育其实我觉得有很多课程都是很死板的 比较没有意义 比如说微积分好了 数学的微积分 这在社会上明明是用不到的东西 但是它却是你的必修课程 对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留给有需要有兴趣的人去做选修 就是我是举例啦 因为我距离高中比较近 我距离国小已经很远了 我觉得应该往专业专精的方向去做 对 接下来问问私立以及公立国小和入质源有哪些差别 公立跟私立 因为公立的那个资源 像其他的像别的区域的资源就没有私立那么好 那我是觉得建议就是说尽量政府把一些资源就是 纳入在公立的一些不管不要说大安区啊 可能万华区还是其他的地区会可以更好一点这样子 那未来的话你会希望你的小孩去读公立的高中还是私立的高中 如果他考得上公立当然考得上公立啊 如果真的考不上就只能选择私立啊 那以后会希望让你这些小孩去课后的补习 有需要的话还是会去补习啦 还是要去补习啦 我还是会让他去学英文这样子 再来问问公佑出千的情形 因为我两个小孩子都到五岁才抽中 那你会怕说你又抽不到公立的名额吗 不担心因为我们就我们是这里的 本区 对对对对 你会觉得现在的台湾环境教育有什么样的问题 缺乏竞争力 现在是不是填鸭式的好像也比较OK一点的 以前的话都是填鸭式的 会好像比较没有竞争力 那您会让小孩去补习吗 目前不会 目前反而都不会 就是英文啊只有英文 那你会想要让他去补数学啊或音乐啊这种 他有需要他自己决定 您都不会勉强他 对对对 不要给小孩太大压抑 快乐成长 您觉得快乐成长是对小孩教育最好的 对没错 接下来这位妈妈要求打马 他抽签的看法也跟其他人不同 不会耶 不会耶 因为很多人都跟我们反应 那是以前 现在嫂子化已经不会了 对相对来说好多了 已经好很多 像以前 必须就是买房子才能读到新生国小 甚至是精华国中 可是像我们的房子都有给朋友寄集 他们都读得到 那也没有说像 当然不是说 今年季季明年就可以读 但是放个两三年就可以了 那有的家长 比较要保险他就会买房子 小套房之类的 可是现在没有到说 你一定要买才读得到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读家里附近 可是真的城乡差距很大 因为是台北市 你在这个市中心区 跟你在新北市的 譬如说中永和 我觉得那师资相较差异非常大 接下来的家长却觉得师资上差异较小 但是硬体方面差非常多 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在小时候就是比较偏僻乡下 那我觉得能够守护之前 譬如说图书资源 然后呢或者电脑设备 这些硬体的设备就差很多 那老师的师资应该是说 都一样有爱心 那一样有一定程度 我不觉得偏乡的老师会比较差这样 但是我觉得设备硬体设备 的确城乡差距很多 想请问您知道108年课纲的改革吗 对啊 你认为觉得很不满意吗 没有108课纲呢就是我现在还搞不大清楚 因为我小孩一个小一一个小五 但是感觉好像很复杂 所以我现在还没有真正懂它 只是好像是课本的内容的编排 和以前有些不一样 就是变化蛮多的 好像说重视那个生活素养 知识面的学习变浅了 竞争力的培养我觉得比较弱 因为现在的学科安排 好像比我们以前学的还要浅 我觉得生活伦理应该是 家庭教育很重要的关键 不是靠学校老师去教他 我觉得学校有一部分 但是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学校有一部分可能是 知识面的课程的带领 对和训练 但是你说真正说一个孩子的生活常规 因为要靠老师去训练 那我觉得不可能啊 那应该是家庭教育啊 有啊又补习啊 所以补什么啊 英文 很多家长都说要补英文 我在想是不是大安区 就是说 大家都这样 更能更世界和国际结果 接下来这位家长是 特地签户籍获来读到这所学校 听听他的原因 民俄哦 对像我们这样 我们是在永和嘛 牵过来就是要后補 所以应该算蛮难的吧 对我觉得 就是光台北跟新北感觉起来 就是在教育资源的部分 其实就是有差异 所以我们才会选择 可能国小的时候 我们国小在新北念的 但是就觉得好像 就是资源还是 对所以后来才会 后来才会在这边念 你是觉得是哪个资源的差异 最大的 我觉得可能是 像什么双语资源 双语教育的资源啊 或者是 可能同学之间 就是同才之间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就是差距吧 那想请问 您是觉得台湾教育 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吗 小学好像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异 可是我就觉得才刚刚上国中 几乎每天都在考试 就是小考 从早考到晚 可能六点多来上学 早知识就开始考试 早知识就开始考试 而且从第一天开始开始考 我就觉得到底在考 第一天就考试 我就觉得到底在考什么东西 就是根本就什么都还没有学进去 就一直在考试 为什么第一天就可以考试 而且重点是 我以为是只有台北市学到这样 可是我后来问他的同学 在新北的也是这样 就是一直不断考试 靠靠靠靠 就是利用考试在测验他们 又在学习这件事 我觉得有点荒谬 第二点就是书包 书包真的很重 每个小孩子的书包 感觉就是要防身的 小孩子就这么小 书包就背在那边 就光我们自己大人比 我觉得太重 很重 有些小朋友要补习 没有补习的功课 也要学到12点 1点 2点 也太辛苦了吧 而且就是 这样子成绩也不是很好的 情况之下 那我就很难想像说 那这些成绩好的 是不是都不用睡觉 本来是希望他在补习班 就是可以把他 就是这些东西做完 但是没想到他 把补习班的东西 在那边 就是等于是加了他的负担 就是回到家之后 他除了学校的东西 还要在补习班的东西 我就觉得 感觉还是蛮辛苦的 所有的教育学科 你觉得哪一个最重要 英文吧 英文为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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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里都用得到英文吧 我觉得英文应该是最重要的 谢谢以上家长的意见及看法 我觉得今天我们 反复有教育意义的这一集 看完 看完以后 我跟曾宇应该更 不敢生 因为其实刚刚看完这么多 就是家长们对于小孩子 未来的担忧 其实真的 这也是我们年轻一辈 真的不敢去踏入家庭 很大很大一个主要的原因 柏宇哥 你今天有带小孩来 对 对 你小朋友几岁啊 三岁 你现在开始有帮他们找 就是求学的环境 都有 都有 对 就一句话就好 就交给我太太决定 是个好老公 我就是需要这种老公 来不及了 那佳玲呢 你看起来好像 你有生小朋友吗 有 我儿子国小三年级 哇 所以刚刚提到那个 千户籍的 要就读学区 那个我儿子就有 他现在的那个学区如果 以后要念那边的国中的话 至少是要涉及六年以上 所以那个学区 其实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大概民国九十二年那个时候吧 那边就本来就是一个明星学区 所以那个地方在我工作的时候 就已经很多很多是跨学区的 小朋友大概早上六点就要出门的那一种 六点 学校七点五十才算迟到 他六点 因为可能高雄市区嘛 他从高雄县来 六点 对 六点 六点就要出门 跟我们开晨会 会准时到喔 很辛苦很辛苦念 其实小朋友要选择 家长也很辛苦啦 像我们以前那个年纪上学求学 其实我们都是属于一个 完全睡不饱的状态 然后来上课 因为我相信 在座的每一位家长们 其实应该都经历过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想问一下明玉姐 因为你本身有一个就是 小二的小朋友 跟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所以其实你是面临到 最直接的冲击 其实你们 刚刚两位主持人说你们是苦主 我心里才在永远说 我们才是苦主 你们两个小孩苦什么主啊 我就跟制作单位讲 要找生过的来吧 对啊 这苦什么苦 我第一个字要看 就出来 再来 其实我 就是说现在这个政府 会有很多给我们的补助 我们当然非常感谢 比如说你生了给你多少钱 然后这个每个月 再给你多少钱 但是重点 这不是问题 教养才是问题好吗 对 没错 那我必须承认 就是说我的小 我也是刚刚住在那个文教区 那我们的小孩 为什么我后来还是选择私利 不是说我摇摆 不是说我尾椎翘起来这样子 那是因为呢 功力真的有非常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啦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呢 他们大概小一到小三 他们只有礼拜二是全天 然后呢大部分时间是半天 大人啊 半天十二点 我们要 我们才控错耶 我们怎么去 去接小孩啊 这真的是 这凝望会所有的人 都是这样 明依姐你稍等一下 因为我发现这里有非常多声音 一定会要暴动 晚会姐要不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你看我讲一个就要暴动 对 对 我觉得我们就先请郭春兄 他也有小学的小孩吗 他的小学小孩长大在这 没有啦 其实 其实说实在的啦 教育做得好 那人文水准就会好 所以在台北跟别的县市 来做比较 说实在的 就会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我们台北市没有明星协校 叫做俄满协校 对 俄满协校 因为我们把明星两个字 把它尽量把它 那个那个 把它淡化掉 但是说实在的 像俄满协校 我们现在像和平国小 它是双椅 嗯 挤破头 还有我们国椅思小 也是双椅 新生国小也是双椅 这代表什么 就代表过去的台北市政府 他在做教育的时候 是守旧型啊 守旧型啊 守旧型啊 但是柯市长上任之后 我是认为它是改变型啊 改变型 所以守旧型跟改变型就有差距 大家所关心的就是 脱一 脱右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两个都牵涉到 年轻朋友 他到底他的开支 到底他有没有时间 他到底能不能复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啊 我感觉到说 我在市议会里面 那当然很多议员都关心 可是主要的 还是市长他关不关心 这个是很重要 到柯市府以后他才定调 也就是脱欲啊 就社会局来管 全心把它当成社会福利的一丸去做 那另外脱右的部分 就回归给教育局 我们大家看看 这个有人抽到公幼的时候啊 拍手 你知道那个阿嬷去抽 没有抽到回去 三天都没有看到他吃饭 为什么 他愁美苦脸的 很难过 那为什么 因为公立的幼儿园 他比较便宜 但是施力的比较高 从去年开始啊 公幼没有抽到 那毒私幼 那我就补助你 也就是补助你 一万三千六百六十块 这个政策啊 是帮助年轻人啊 是不少的 所以我觉得 柯市长才是真正 关心脱右脱欲的政策 不愧是有 不愧是有柯六柯心 但是这样说 但是要言之有误 没有 我是讲这个是真心的 大家可以去问 现在开始 今年开始补助以后 就没有愁美苦脸 抽不到 反正我抽不到 我去读私立的 我还是补助的 那郭川兄可以再生一个啊 长时间 我小孩子现在都长大了 但是因为 以前在台大医院上班 第一个有时候 一开始要商业班 第二要值班 第三 假日又常常在医院工作 所以我的小孩子 几乎小时候 都是在医院长大 你还好你在医院 我要把他带到立把院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好像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我上班都要骑摩托车 因为它就半天 然后半天时间到了 然后 我通常跟老师说 马晚帮我拎到那个门口 然后帮我看着 然后我就骑着摩托车 赶快到校门口 然后赶快把他接了 然后就是送到医院里头 送到医院来 然后就继续 所以大概就是职业护理 有这样的一个性酸 其实刚刚那个林国成 林医院 他真的是一个六颗星的医院 他把市场的政策背得非常的清楚 他刚刚讲到就是一个零到两岁 一个是托育的 那二到四岁是 那个我们的那个托幼的文章 那台北市目前大概就是 我们希望就是说 变成零到十二岁一条龙 这个概念 就是一个就是国家陪你一起养小孩 所以大概就是台北的经验 我们希望就是说台湾实现 台湾民众囊的 幼儿的政策理念就是 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起养 我们的孩子 我们一起养 柯政府这一任呢 到一百一十年 我们的那个就是工友跟私立的比例 会达到七成 七比三这样 就是工友 然后总公共化跟非盈利 大概就会达到七成 然后私立的话呢 当然他还是有他的自由市场在 所以他还是有一个维持一个三成的一个比 郭台铭讲说零岁到六岁国家养 请问 那当初 那个柯市长就讲啊 零岁到六岁国家养这个政策 当然是很好 可是我台北市是在做先前的动作 像补助啊 或者扣编协校 这等等就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各政党 他们在谈的这个对 对整个老百姓 对年轻朋友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来听听看高雄 我们的这个也其实算是职业妇女 对不对 对 那女性在职场上面要身兼的家庭跟工作 其实很难兼顾 很难顾全 压力很大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托育托幼政策有哪些不足 因为毕竟你现在也要参选立法委员 台北的经验非常的好嘛 也非常的健全 所以其实我在高雄讲的就是台北经验 我们全国实现 然后高雄实践它 因为刚刚提到的所谓非盈利的幼儿园啊 高雄整个大高雄区有才22间 22间而已 38个区耶 对只有22间 所以一个区根本不到一间 对啊 所以这个对职业妇女来说就是真的 他压力当然会很大 因为像公托的话大概也是到4点左右 就下课了嘛 那必定就是4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 他可能就要把它送到安清班去 那像非盈利 他比较好的是他可以延迟这个时间 他是到6点 比较弹性一点 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也很希望说7比3这个 我们真的全国都要 不要因为 对都要落实到 这样真的才会减轻职业妇女的压力 也才会让年轻人真的敢去生小孩敢结婚 我真的不敢 我真的不敢 希望不完这一集 7比3还是不敢吗 不敢不敢 因为我真的觉得教育真的没有这么容易 坦白说要生真的很简单 但是要怎么把它养 养得好 这才是重点 对 其实刚听明玉姐讲的时候 这完全是我们台北职业妈妈的新生 真的 那我要讲的是说台北的资源相对还是多的 但是放眼 就是说像我妹在台南 她是一个全职妈妈 她就必须要在这个所有零岁的时间 要从前要接回来要送去补习班 要做很多的这个时间搭配 然后所以呢 她整个人就会呈现一种没有自己的状况 所以这一直是我非常就是在意的 我觉得女性在结婚之后啊 就是为了这个家庭小孩的部分 没有办法兼顾原来自己的这个 想要拥有的那个空间 跟这个职业实现的部分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啦 所以我除了关心这个托育政策 其实跟我们的托育 跟我们的这个劳工 弹性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妇女就业 我觉得是息息相关 这两件事情 是应该要放在一起来做思考的 那我们现在当然比较好 就是好家在我们小孩子 有考上功利高中 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苦主的开始 因为今年十二年国教下去之后呢 看起来是要让孩子做大量的这个探索 问题是小孩子要一边要认证 还是要考试啊念书 但是一边又要探索他的人生 可是他的人生要怎么探索 其实学校没有被支持 家长没有被支持 然后这个整个教育政策上面 其实没有支持教育现场的老师们 来去帮孩子做这样的准备 所以我们家长就非常的茫然 我们根本不知道说那小孩子怎么办 所以我昨天还问他说 你需要妈妈帮什么忙 他说不用我自己想办法 好厉害喔 所以这个是有办法自己想办法的小孩 他可能有一些搜寻跟网络 但是我想不是每个地方的这个小孩资源 都像在台北这么的 大家会认为台北市的教育资源 是比较充沛的 为什么 台北市政府有依照法令规定 把教育这个一定比例的这些议算把它编出来啊 可是全国你去看一看 高雄也好台中也好六都你去看一看 没有 那这个没有干什么呢 就要请像壁炉啊或者 我们大家进了立法院以后 民众党进个十席十二席 我告诉你 我们就来修 修这个什么 教育部一定要依照这些规定来编 那偏沿地区的问题就解决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非常重要 你现在编了 有些编不到8% 可是法令规定是要14% 还有6%的金位 跑到哪边去 都是前瞻计划啦 不能就什么补助啊 所以立法委员应该要去做这个事 我其实自己看那个是市长在做最好的一个部分 其实是跨两个局处的合作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其实刚刚有讲到 零岁 两岁 两岁 四岁 我要往上 我去仔细看一下那个政策 两岁到三岁 这一段断层的部分 原先是两个局处 可能overland 没有去关注到的部分 市长是把他们拉在一起 去让他们可以各自去 开放一个空间出来 可以让家长去做选择 我觉得完全是得正 因为为什么 我先不是说一定要派主席马屁 但我是说从这个资源整合来说 本来各地或者是家长的状况 就会各异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推动政策上面 本来就应该去思考 这种部会的这种 就是资源整合的部分 一个横向沟通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以后 我们前进立法院之后 我对于这种跨部会资源的整合 会是我比较关注的部分 其实我们这一辈不是不愿意结婚 也不是不愿意生 是真的要很坦白地说 就是这样的环境跟结构里面 我们不敢 这才是问题 不是我们不想生 我们也很想生 坦白地说 我们也很想生 那我们就欢迎 现在正在发声的 Cue到众议院来的 我们的博宇哥的老婆 跟太太 还有我们的小朋友 小博宇 掌声欢迎 所以我老婆慧如 但是最近慧如这名字不是很好 他姓郑 不是姓牙 开始在十年前 也没有社会企业这个名词 还没开始在巴牙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走社会企业 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创业 就决定赚了钱之后 如何回馈于社会 所以我们六成的员工 是来自于弱势家庭 我们再把尽力的三成 再把它做为回馈工艺 跟爱心带用餐 那你这个服务的过程 比如说在社会企业 或者社会公益上面 你有没有觉得政府这一块 哪边是做不够 或者这个社会安全 往哪边是应该要补足的呢 像我们是 比如说我们长期 投入家福这一块 以及社会辅助这一块 我们自己也用社会创新 去解决社会问题 而不是衍生社会问题 所以在社会创新这一块 是最重要的 如何去用创新的 或创新研究的方式 去解决企业的问题 或衍生的社会福利问题 像政府的资源很多是补助 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实际的一些案例 才会如何说 是我还有 我妹是 她是离婚 但是她小孩是我们在抚养 为什么在抚养 她三岁就离开家庭之后 再婚 就那个小孩子是 被家暴三年 所以我们去接她的时候 是鼻青连走 带回来 但是社会福利的通报 通报是通报的很好 所以家福这一块马上安置 我们因为需求了解家福这一块 我们一直投身家福这一块 如何去照顾她 她现在十岁 所以我们七岁发现这个问题 把她接回来 透过各位委员 还有我们的来宾 有分享出现在台湾现况的问题 然后以及我们台湾民众党 可以到立法院为大家付出什么 跟解决什么问题 网路上大家 怎么看待我们台湾民众党 而且这的确是全台湾 只有台湾民众党 敢把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推到火线上面 回答所有PTT的湾民的提问 这么辣 我们第一棒就交给碧如姐 碧如姐你准备好了吗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首先来问 碧如姐做我们的这个先锋 蔡碧如上不了 不要浪费票投民众党 网友说碧如姐小公主学姐 这些人任何一个人进立法院 才是百分之百浪费票 让碧如姐跟柯P去台东行医吧 我们这次推出一些不分区 我觉得都非常的亮眼 吴欣怡小姐 虽然她就被号称为星光的公主 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有自主性的 一个现代女性 她第一天来的时候 她就呈现说她的证件是什么 她希望台湾要有竞争力 第二她提出她的长照 再来她提出一个很窩心的 一个就是一个喘息的照顾 家庭的妇女常常是为了要照顾这些 需要长期照顾的 而被迫要离开职场 所以她当初提出了一个喘息的照顾 这是她很明确的 她要来当部分局的时候 她提出她的一个证件 我们的学姐呢 基本上你会发现她是现代 我常常戏称她们是网生人 就网路原生世代的人 我吓得到 你吓得到 我吓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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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路原生世代的这些人 她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女性 你看她从去年的一日 就是那个 一日幕僚 一日幕僚 那个窜红之后 基本上她有面临过几波的一些 不管是对她的一些绯闻 或是她对她之前 上政论节目的一些攻击 其实我发现她都非常勇敢的去面对这些 就是来自于不管 那个网路的攻击 或者是媒体的一些 一些逼问嘛 而且她媒体上面呢 她是我们的full finance 表现得非常专业 所以我不觉得她们没有什么资格 我觉得她们非常专业 而且有资格的 可以进到立法院 柯粉怎么看壁如 女版柯文哲 跟着柯老板吃香喝辣哟 麻雀变凤凰 真柯粉一定很想甩她一巴掌吧 求你闭嘴了 真的是太 杨慧如的是 没证据就别乱放炮 成天在那拜票 我就 我都不知道怎么拉票了 我觉得这不公允啊 对 不公允啊 好 我包一个料好了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采访柯市长的时候 他请我吃那个便当 我都还不想出来 跟他说我吃饱了 这是吃香喝辣吗 跟柯市长吃香喝辣 柯市长请议员吃便当 本来是八十块还要加饭 结果请议员提升二十块一百块 那他请我们都是一百块的便当 怎么会有 我觉得大家的批评或者是 建言我都觉得很好啦 你要知道我的 我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我最会写的就是RCA了 爱之深哲哲之切嘛 如果他觉得我不是一个咖 他也不用对我有任何的建议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虚心的接受 就是说在政治上当然我是非常的知谦 这个我绝对是承认的 那我们也透过不断的学习 那我觉得我还是要学习啦 对我来讲就是一直不断的学习 再来就是我刚刚讲过 其实我最大的能耐就是我很 就写RCA就是根本原因分析 如果这件事情说法不对 对我来讲我就是改的修正的很快 那我也觉得网友其实可以很真实的告诉我 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 或者应该要怎么去改 然后让我们民众党会更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营养的养分 那个滋润的养分啦 我觉得我有发现一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不管是攻击柯 还是攻击蔡壁如主任 大家都只能针对这些事情发言 就网友可以认真一点吗 他们有别的可以来 直接这样说好了 其实家庭都很羡慕我们对吧 超羡慕 怎么样我们都还是有一个市长在顾家吧 是是 好来下一题拼大选 蔡壁如今已经提辞成 网友怎么说 明年1月11就失业了 为了领年终卡政府游水 这种选出来还得了 这种辞的一点诚意都没有 明年再回认就好了 来壁如姐我们来说一下好了 我今天回台大医院去 就是重新去 因为规见嘛要去报到 结果他就说 因为我跟他说 那我就顺便办退休好了 然后结果我们人事事的就说 没有啊去选举可以请假 很多候选人都请假 我跟他说算了 又要写公文又要怎样 等一下你们又要帮我想办法 我说这样也太麻烦了 也不要麻烦人家 所以我就说不行 我要提退休 结果那个人事事说 今天你才来报到而已 第一天报到上班不可以就提退休 然后他就给我一堆资料 他说要提明天再来 至少上一天办 对所以我就把那个 要辞职的资料拿回来填完 这个我帮毕如姐讲一下好了 其实他今天有跟我讲这个故事 我蛮感动的 他的意思是说 他因为不想占人家那个缺 因为他如果说占那个缺 然后又去选举 然后毕竟又领台大的薪水 你好像要被人家讲一个话比 好像就说 你怎么跟领薪水又去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占缺 如果你占缺医院 没办法补人嘛 就少人力了 所以我觉得毕如姐 他今天就是提退说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我不要占你任何的便宜 不要占用你任何的资源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这样做 我打从心里 其实真的是蛮紧的 蔡毕如真的很烂 问号小玉姐 蔡又来了 盗采沙石还能护航 这脑袋有救吗 我有护航吗 没有 没有 他说那个叫毕如的继续嘴黄国昌 继续吃实力豆腐 继续什么 喊票投实力是浪费 这样我也比较容易替实力拉票 他还要继续替沙石含护航 我更是求知不得 有吗 有吗没有 没有没有 我肯定认为毕如姐在帮韩 韩先生护航 这有吗 没有啊 那这个会不会就是所谓的风向操作 对啊 若柯选2020 蔡毕如说 那也是民进党逼的 网友怎么说 虚柯身边的三个鹅女人 然后另外一个是 都是别人的错 恶心烂咖 这个 这有攻击型 哪三个呢 有包含我吗 哈哈哈 哈哈哈 OKOK 司法单位他有列出来一个骂人的一个名单 要赔多少钱 对 要赔多少钱 就是我觉得网友做一下功课 看一下这些会不会影响到 不然到时候就是会被人家告 其实也不太好了 我怎么觉得你跟韩国瑜的等级差不多 哈哈哈哈哈哈 韩国瑜呢 天啊 今天是毕如姐要选总统的时候 对啊 尤其可以 没有啦 会被人家骂当然也是 就自以为自己是个什么 看我们也要检讨一下 好好好 柯文哲FB 向高雄的朋友介绍 小辣椒李嘉玲 网友说 这种在民众党里算正常的 但残酷的是 民众媒体往往也不关注这种正常的 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就是 正常的政治人物不是吗 是 所以我们民众党才会诞生 就是要让希望让这个国家可以正常化 还有网友说 佳玲也觉得台独是垃圾吗 台独是垃圾 这个我们柯市长什么时候有说过 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 抗议抗议抗议 好啦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这一集网友真的PTT网友 是不是最近是因为卡神的风暴 所以大家的风向有点变了 是不是好像问的问题都没有特别做过功课 因为以前PTT对我来说 其实他们收集资料非常完整的 而且资料更新非常的快 我觉得这个他们要加油好不好 加油加油 讨论高雄市立委各区参选指南 网友C说李嘉玲还是去跟蔡宜芳一起炒15块的肥皂才有曝光 这个我也要讲一下 抗议 大家看我的粉丝页 大家看我的粉丝页应该就知道说 我的粉丝页非常的多元 我那个小小的宣传车 现在也变成实体的大车了 这个新闻还有报道过 所以真的 大家我们各个区域的立委啊 其实大家都非常在活用脑筋 想要把自己给曝光出来 这个我要讲一下 不是15块钱的肥皂才会曝光 实力与民众党互相争政党票 谁占优势 网友说 从亲民党到民众党的林国成 是被民众党收买了吗 郭成兄 我想参加任何一个政党是政治理念的结合 认同这个党的理念 就会加入这个党 一样我过去也是在国民党 然后最后认同民众那个亲民党 那亲民党我最后认同民众党 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 所有的市长我已经世界了 我看到就只有柯文哲还了570亿 那请问 这个掌声先来一下 掌声先来 国民党的批评民进党的批评 批评柯文哲这个就是作诈 那柯文哲就很好玩 叫他们你国民党也有县市长 民进党也有县市长 请你也作诈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作诈做出来 实力跟民众党到底抢什么党票 其实 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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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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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代有实代他的基本理念 可是民众党有民众党他的坚持 跟他的理念 dpp为什么连吕孙林都投得下去 网友逼说党公宅的黄珊珊跟林国成 都可以进到台北市政府 进民众党了 是谁比较不挑呢 我在想李孙林这个其实跟我无关 他的逻辑我觉得还是很创新 其实跟我无关 跟我无关 党公宅的问题 当初在五年前 柯世胡 刚成立要大量盖社会公宅的时候 当初有一个国民党的议演 他就拿来联署 他联署要盖公宅以前 一定要跟附近基民 附近基民要收明会讲清楚 我认为合理 可是没有想到 大家都签下去以后 包括黄珊珊包括我 他前面去加要经由多数的李民同意 才可以盖公宅 我发现这个问题 黄珊珊跟我就撤 撤掉 那个我们撤掉以后 我们就要求他改 当初你不是 那个演艺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你去改 其实平安心讲 当议员 我们不会这样 那就是因为他刚当选 要去表现 那我们也不要去指名道姓 可是我们撤迁之后 真正他重新再送进去的 黄珊珊跟邻国城是没有名字的 现在陆陆续续 这些公宅都已经开始 这个一定要入城 所以请大家去看 我们第一 不挡公宅 我们还什么 支持公宅 为什么 因为大龙国宅 你可以去问一问 大龙国宅 主要的也是我邻国城推 柯市长力推 所以这个东西 根本没有党公宅这个问题 柏宇哥第一提示 范云你的党员都在家里等你 网友说民众党的格调是这样 候选人没声量 要靠主席办小丑 在欧白共吗 柏宇哥 主席是在政治的声量高 但是我在青创界社会创新界 国际的声量是比主席还高的 这个 因为为什么我来讲一下 像我的话是世界时节的入围 所以我们在创业界青创界 我的公司是 全亚太区最高 我给欧巴马接见 给达赖接见 甚至于马克佐伯格 跟Facebook推特的负责人 还有Uber AMB的创业家 我们是一起吃饭跟活动 在2016的GES全球创业高峰会碰面 我的声量是高过于主席 但是我政治声量 我确实是需要主席拉拔 但是我在国际创业 搞不好主席有一天想辅导 年轻人创业这一块 我们就可以替国际发声 武则园也是十大杰出青年 后来变成通缉犯病逝在大陆 所以过去的事实证明 十大杰出青年 不一定是青年执政的保证 譬如说彭明明 林俊逸 前傅 李四川 李继珠 简佑欣 这都在政治舞台上 都是很亮眼而且很清廉 这十大杰出青年的表率 当然在企业界 有施政荣 林怀明 以及其他租民 这些都艺人的代表 所以以武则园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只能证明 就是国务卿所讲的一句话 辛吉讲的一句话 就是权力是最强的春耀 所以我们只要找回良心 从政就没有问题 所以要当政治舞台 很简单 就是没良心就好了 对不起 我又讲得惨了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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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其他党 我给你证明一下 武则园啊 他是瘦瘦的 干干的 但是你是 我胖胖了 我是先白白胖胖才有 所以绝对不会有 这个通缉班公司的问题 好啦 那当然啦 前面几名都不放过了 那当然我们来看一下 能排名第9的晚会节 晚会节 台湾民众党女力登场 陈晚会第9名 太后面了吧 比上电视讲15元肥皂的强多了 那网友怎么说呢 陈晚会口才很好 不觉得你们那个党缺一个正常的发言人吗 等一下 我不知道 不知道我们 你们到底有什么哪里不正常 OK 我其实是觉得这个网友对我蛮好的 这证明我的名气还不够 就是有口才但没名气这样子 所以我治不在做发言人 跟毕武界 对吧 我是要做立委 所以呢 我的口才好是已经准备很久 准备要进立法院为国家做事了 所以我没有要做发言人 好 这样我觉得这样好了 放心我们还有工作 好啦 那我觉得其实今天还蛮多 蛮多网友给我们的指教跟批评的 其实我觉得还OK 对 其实甄宇你的炮火真的要小一点 否则我们下一集就是都做科黑发言人 对对对对 青年安居政策民众党的场次 陈晚会论述很强 可惜陈晚会排得很后面 民众党感觉有搞头的 干嘛都排在菜壁如后面 后壁 后壁 排的第九是因为我们呢 非常有信心 我们的这个立委 部分区立委真的都非常的优秀 我自己的部分我真的觉得 就像大家讲的口才真的非常的好 那我觉得刚刚前面一啪听起来 我觉得毕如姐真的辛苦你了 这样子 所以麻烦 有一些比较炮口上的 我们来分担一点这样子 就是不要再一直骂我们毕如姐了 就是刚刚柏宇已经讲了 明天开始骂他什么好会 不要搞点是不是骂我 已经准备了二十年 从这个街头开始就是为了要跟大家直求对决 但是一定要再讲一次 就是毕如姐真的是很辛苦 在我们党里面 除了刚刚柏宇讲的 他是真的好妈妈 我们真的是从这个海选进来 虽然他叫我们不用讲太多 他太温柔的一面 但是在党里面 我觉得做事情来说一个好的leader 其实是让我们充分的发挥 平常主席都那么忙 真的每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是毕如姐这样子 所以他在带领我们每个人不同的专业里面 让我们可以这样全心的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只是他最后会说一句话 你要做什么 然后就是 我们就是会把事情都分下去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领导风格 才能够真的把事情做出来 其实网友还蛮关注我们民众党的 包含到我们的安居政策的这一块 其实我们是有被网友看见的 所以表示其实好啦 大家批评 那我们就接受嘛 但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拉回国家治理 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不管是趋立委或是不分趋立委 大家都可以倒回正轨 不要再是可能夹手指啦 那或者是说拿一万块啦等等的这些 其实我发现民众党的 大家虽然会批评没有错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被批评的同时 大家反而是看到我们连带的政策 我觉得这是台湾被改变政治文化的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需要倒入这个正途 让大家是认真的去看看 到底台湾需要什么事情 而不是在台面上面每天在争论的一些 比较没有意义或者对下一代没有帮助的事件 对那其实节目的尾声还是要谢谢大家 因为选战各位在这集播出的时候 就即将破二字头 那我们代表台湾民众党要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尤其是陆军 我们的所有陆军 小玉姐超感动 超感动 我们的志工在路上自己 那空军也很希望大家帮我们一样按赞分享 这个是很重要 那剩下这二十几天 台湾民众党一定要开出最好的成绩 因为我们希望让三党不过半 台湾重开机 我觉得今天看了这个 我觉得大家风度都超好的耶 我也是蛮欣慰 可是我就要送大家一句话 生气不如争气 对 尤其跟这些键盘课生气 我们不如用争气用选票证明 大家前进立法院好不好 那当然啦 其实最糟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好不好 接下来 我们春风二十几节 大家就认真的去催票 不管是区域的选票 或者是我们的政党的票 大家越错越勇 不要怕好不好 各位拿起你的锤子 我们越错越有下课啦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下头民众党 谢谢 下头民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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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按赞 开小铃铛喔 涉口文众党 下头民众党 奉送工艺 市民工艺 选拥有丶炫草 提供工艺 社群工艺 新重開機 政治大更新 政黨票請唯一支持台灣民眾黨